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市场评论 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二 周一澳股行情温和 大盘收在6800点之上 股价经历调整之后 近两个月时间KGN的股价是一路小跑 对于KGN而言 22到23的区域阻力是比较强大的 截止目前为止 我能来是维持对于KGN看好的个人观点 对于ZEP而言 上方8块钱这样的价格阻力能不能有效 而在下方7块钱的区域 能不能存在一定的价格支撑 上周五李矿PLS走出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行情 昨天我们是并没有看到非常强力的暴富反弹 此情此景之下 作何解释呢 对于我们风险楼冷度比较低的朋友而言 观望一下可能是更为适合的策略 从各项数据来看 李矿的风口并没有完结 那因为公众假期的关系 今天澳股休市 但GoMarkets呢 由我们在港值班 香港恒生呢 昨天再次展现生龙活虎的一面 除去造车概念继续狂欢之外 龙头腾讯的涨幅是超过了10% 那有的股票A股跟港股是存在一定价差的 因此资金南下是这样的一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原因之下造成的 那美股时段三大股指起伏不大 特斯拉跟苹果走出历史新高 之前在短信当中所提及推荐的Uber是到达了50的目标价格 那货币方面美元指数在90附近上下两难 而这是一泻千里之前的垂死挣扎 还是在酝酿暴力反弹的我底蓄力 观点看法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短期之内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多一些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大家欢迎喜欢跟论口我们内容的朋友 点赞与转发 在澳大利亚的朋友呢 如果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系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线电话 03-8658-0602来与我们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 我是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与转发声 感谢观看